最好不代表最合適 你站高一點點 你能看到多點東西 你發覺完那個世界 不是差點 我經常有同學這樣說 那時我要做哪一生事 沒問題 接著我會做個別輔導 我會看他參加什麼活動 你幫他的同學是一樣的 他校內的成績 他看 預計 如果他考公開考試 過去我們學校一個這樣水平的學校 他考到公開試的成績和怎樣 通常這個過程 我自己會在去年 即是今屆DNC學生 我會在去年10月10個月已經做了這個過程 為甚麼 因為我會讓他看得到 你想做醫生這件事 其實你要有很多能力和驗實的考慮 做醫生要有很好的人際溝通能力 他讀了很大量的資料 他最激烈要怎樣 你說怎麼知道 其實他用了成績來做一個很重要的篩選 但醫生跟我們說過 兩間大學的醫學院都跟我們說過 他很著重那個人是否有一個人心 他不想你只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專業的名下 你去讀那樣東西 但其實你是不喜歡接觸別人的 你沒有一個幫人的那個心智 所以他面試的時候 他會很尊重 你告訴我 他會很尊重 去看同學有沒有嘗試去做社會服務的事 所以是否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去看 看個人的心智 看個人的性格 看他面對壓力和他的功績 有些都可以的 但當我問到他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為甚麼你要選擇做醫生 他就說給我聽的就不答應那些 其實他都說不出了 有很多的情況 又或者 同學他都很想透過醫護專業 去幫人 去服務社會 但他那個學術的能力 或者是公開考試 我們又很明顯見到 他真的很難去到41分 那就是全部有星星以上 只差一個 有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我會去建議他看闊一點 你喜歡醫護行業 跟醫護行業相關的那些專業 我不斷地數一數 有這麼多 藥劑都很難 牙齒都很高 校科護理員 你知不知道原來香港是很缺乏人 好 人爭 人爭得很緊要 那有些學學 他對理科都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有些興趣 讀一下biology 讀一下chemistry 讀一下chemistry 或者有combined science 但他又自知 如果你說 嘩 要我好像讀b那樣讀 我真的沒有那個興趣 也都讀不來 但我有興趣 從事醫護行業 你找一下牙科護理員 那個日積的盤分是怎樣的 將來那個 晉晶的階梯 他們那個入行的要求 你會有很多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是很大的 還可以說很多將類似的東西 我只是用這個來做一個例子